就这个你虽然看他很小但是很能装 你懂我意思吗 其实比丁戴森还能装 我觉得 Yo what's good everybody 大家好 这边是咖喱 欢迎来到腰缠万贯 狗飞 这个是我自己就是说平常带的比较多的一个东西 就是挂包 就是我有很多这样小的一些挂包 可以随时随地地挂在裤子上面 或者说挂在包上面 有时候出门东西比较多 但是又不高兴去背一个书包 或者说带一个比较大的包 有一些小的东西 比如说耳机啊 然后钥匙啊 润唇膏啊 blah blah之类的东西 就会放在一些小的包里面 就是随身挂在身上这样子 就这个你虽然看他很小 但是很能装 你懂我意思吗 其实比丁戴森还能装 我觉得 我不开玩笑 就我真的是每天都装在包里面 然后不管我到哪里去 我换哪个包 我就都会把它放到包里面 因为这个是一个筋膜球 因为有有肩伤嘛 其实还蛮久 差不多有一年多 然后一直在理聊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带个球在身上 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我觉得在我生活中的需要性的功能是很大的 你有使用什么的筋膜枪吗 筋膜枪我试过 但因为这个首先它体积比较小 然后也不是电子产品 所以说总体来说它比较安全 对 然后也比较方便 然后筋膜枪的话 我自己觉得不是很舒服 就太大了 就太大了 这四个也是我经常戴的四个戒指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戒指我差不多戴了有 差不多有三年 17年的时候 这个是当时的连麻卖给我的 当时它还是一个做 呃 珠宝批发的这么一个职业 它当时卖给我的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 但至少到现在它没有掉段 然后也没有掉色 然后我一直戴到现在 自己的话其实比较喜欢宝石类的东西 我觉得嗯 因为真实的宝石它肯定都是独一无二的嘛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琥珀的戒指 但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 呃 还挺还挺奇妙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它这边断了 如果你看节目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每场拿麦克风的那个手 都有戴这个戒指 我觉得它是我的幸运戒指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说 我在它断的前一天晚上 呃 我感觉我明天的比赛可能会有问题 没有吹牛啊 然后真的我第二天被淘汰了 没有办法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但是对我来说的话 它还我觉得挺挺神奇的这个戒指 这个表其实是 吉夏前两天刚给我发的一款 就是今年是牛年嘛 然后它是一个牛年的特别款 对我来说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我只是觉得还不错还挺好看的 然后就戴着 因为我自己的话 其实没有买过一些很奢侈的表类 什么呃 Rollex啊 或者说Omega 或者说 呃 Karia之类的 包括我 我其实对表的话 我没有特别大的兴趣 也不是特别在意 因为我觉得表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看时间的一个工具而已 我觉得不管你怎么去 呃 flex你所有的东西吧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独一无二的东西 自己的话 其实比较喜欢宝石类的东西 我觉得 嗯 因为真实的宝石 它肯定都是独一无二的嘛 是独一无二的嘛 你要说真的要有的话 我觉得唯一的东西就是你的想法 我觉得只有你的想法特殊 才是独一无二的 你才可以真正的flexing 你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对 这是对我来说比较有意义的东西 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它是一个虾米 给我做的一张黑胶 然后那个时候是差不多17年的寻光计划 这张是21号 它下面有number 我这个是21号 就说明它可能是第21张 然后我手里面只有两张 一张是21 一张是50 因为在这个时间段的话 对我来说意义会更加重大一些 因为就是虾米其实差不多要结束了 所以有时候看这张的话也会提醒自己吧 我觉得不管你在哪里 不管你在干什么 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从哪里走出来的 对 所以它对我的意义会特别大一些 对我来说虾米对我的帮助还蛮多的 对 因为在17年这么一个对hiphop来说 对中文说唱来说比较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年份 现在想想的话就感觉 认识了很久的朋友离开了一样 对 它感觉蛮失落的吧 一个相机 对然后这个的话对我其实挺有意义的 这个不是我网上去买的那种二手相机 这个是我妈给我的 其实这个可能跟我的岁数差不多大了 其实小时候不知道怎么用这个东西 反而一直放着 但是这两年反而有时候会拍一些胶卷的东西的话 其实想到还是会用一些老的相机拍比较好 反而就是说把它给重新找了出来 然后一直能用到现在 我觉得这个挺牛逼的 对 之前的话还是在手机嘛 用手机比较方便 但是胶卷就是有它的质感 跟它的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洗出来 你才知道自己到底拍一些什么东西 有时候会有好的意想不到的照片 有时候会有说一拳交卷 可能二十张都是烂片 就是没有用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伴随你经历很多事情 只有你洗出来的时候 你才记得说原来七月份拍过这张照片 我是跟谁在一起干嘛之类的 对 它会唤醒一些你 意想不到一些小的细节 小的事情在你生活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我生活中很需要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自己的近视还挺深的 两百多散光吧 然后三四百度近视 所以说我离开这个东西 我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好好看任何事物的 所以很多人他会说 咖喱特别装 每次跟他打招呼 他都不理我之类的 不好意思 我真的没看到 你如果说我没有打招呼 我没有回应你的话 我可能那天真的没有带一天一句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 如果说你一定要让我有一样东西 我要选择留在2020年 不戴到以后的生活中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是这顶帽子 这顶帽子是什么 这顶帽子是我参加新说唱的 一顶戴的一顶冷帽 然后你看上面沾了很多毛了已经 其实节目之后我没有戴过 为什么要把它留在2020年呢 我觉得因为我对他的 感觉还蛮特别的 因为就是很多人可能通过节目 通过我戴帽子的那一身的状态吧 认识到我的 但是我又不想让大家觉得说 咖喱只只有这些样子 或者说只能够做到这些 因为我觉得节目对我们来说 永远不是全部的东西 我们做HIPHOP也不是为了某个节目在做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 节目里的只是我的一部分 对 我还有更加多的 不管是戴不戴帽子 所以说帽子对我来说其实不重要 对 这顶的话我会把它扔在2020年 就不要了 因为最近的话疫情的原因 所以其实我自己的一些安排的演出 或者说一些需要完成的任务 其实基本上都是停滞了 所以说接下去的话 还是会回到音乐里面去 就是好好的去把自己的专辑给做完 然后不出意外的话 其实今年我应该会发两张专辑 一张在网易云 一张在TMEQ音乐 Yo what's good everybody 这里是Gally 欢迎来到腰长万贯 Go Flex